昨天有人问我 我特别讨厌看到游戏广告 怎么办 我想关掉游戏广告 好了 今天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在你的视频当中 你看到的广告 你可以选择 这个地方告诉你了 视频当中的看到广告的话 会根据你的兴趣 你的位置 你的设置 你一直观看的视频 以及你是否登录 也就是说 你登录的时候 我有一套数据跟着你 你不登录的时候 我有IP跟着你 所以在你登录之后 你一直观看的视频的类型 你使用的情况 你访问了哪些网站 你有没有最近看西蒙斯的照片 与你移动的设备相关的 每一个设备都有一个号码 你移动的终端 你Google的广告互动的记录 你某些东西看了三秒就跳过 某些东西从头看到尾 他就知道你的兴趣 你的地理位置 年龄 性别 YouTube的视频的互动情况 所以最好的总结 这样一个所谓的投广告投放 记得我在做广告那一期 跟大家讲过的话 YouTube采用的是 盯人战术 他盯的是你人 不管你用哪一个东西 你回家看电视 还看什么 他只要能识别这个人 你今天出差到了美国 他还照样盯着你 他知道你是什么人 他知道你喜欢看什么 那么你可以控制隐私 这是美国的这种法律 很严格 你不能强行给我 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法律 使得这些人制约束 你要提供这样一个控制权 那么这个控制权就是广告设置 你点击这个地方就能看见了 现在老胡的秘密就给你看见了 他讲我是45岁到54岁的老男人 老男人最近看过这些东西 然后这些所有的兴趣 兴趣兴趣兴趣 这就是谷歌YouTube给你贴的标签 你会对这些东西兴趣感兴趣 你看他杀一张广广的网 你看过这些东西 然后给你贴上这些标签 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些东西 有图标大大的图标 是不是这些我看得多的 这些是重度标签 这是偶然的标签 难得一看的 那么你怎么控制 你就在这里头找 你痛恨的东西 比如说大学和跟教育的有关的 你不看 你点击他 然后你这样关掉 turn off 他就会跑掉 然后这样这个随意的这种游戏 你这种广告 好 坚决不要给我关掉 那么最后你就看到 我现在关掉了三个 他在这个地方 你什么时候要把它弄回来 你就可以又打开 就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控制你的这种广告的这个兴趣 那么我倒没有试过 你有没有本事把所有这东西全都关掉 我估计不会允许的 他一定会最起码要你保留十项或者是多少 这就是所谓的你的广告的控制权 你百分之九十你都把它关掉的话 意味着你可能看到广告会比较少 这是第一 第二 由于他广告的选择范围很少了 就会反复的盯着让你看 比如说你可以去看这个这个hotel这方面的东西 那完蛋了 你从此以后 如果你只吃饺 你对hotel这个东西感兴趣 旅店感兴趣 你每天看见的就是旅店的广告 烦死你为止 以前一天看十个广告还是不同的 虽然你不喜欢 但是从今以后你直流这个广告四季酒店 每天四季酒店早上起来就讲你好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讲你好 我是四季酒店 所以他提供这样一个工具给你 你了解你怎么样去对你的这种广告进行微控 那是你自己决定 好 这话题就讲到这里 我已经看看这 referring 你 cav知我的服啊 Türkiye